其實台灣的生態是許多學者爭相研究的一個地方 因為它小 但是它的地勢 地勢很高 不會是鵝 我覺得鵝也包括在內 但是很多東西都是因為我們的小魚 因為我們的地勢走勢差得非常多 所以這件事情 方便性這件事情 就是對於國外的大家 人家地勢很大 然後地勢走勢人家三年很高 但是別人都需要花很多時間 譬如說每人需要花一天到兩天到達那個地方 可是我們台灣 比較小 對 我們台灣卻不是 我們台灣地很小 可是我們的生物多樣性非常的低 因為地勢非常的高 對 那個區域非常高 因為我們高 但是我們不是像國外那樣廣闊 所以我們變成就是Target住一個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個環境裡面找到所有想要的生物 對 所以很多人喜歡來台灣 就是像比如說我今天早上我就去山上 然後觀察什麼什麼 可是我下山我只需要幾個小時 然後我就可以到達市區吃我想吃的東西 但是其他的地方可能並不是這樣 可能就是我需要花一天的時間 這是我的車程 然後到隔一天我才可以就是到達市區 台北市比較 對啦 所以這是他們很喜歡台灣觀察的原因